首先要有一個基本概念 你不要以為做Data Analytics 經常找到什麼平均值、總數 那些叫做Data Analytics 我們很多時候要牽涉到很多什麼呢 是找一個Trend 我們要Test一下它 究竟那樣東西有沒有成效 或者我們要比較一下 互相之間的關係 在什麼呢? 數據與數據之間 或者是Apple to Apple 怎樣比較這些東西 我們會牽涉到做的 原來在Office年一路 它加多了很多這類功能給我們 不過呢 我們開始之前呢 這樣呢 我先說一些東西給大家聽 基本上如果在Office 2016裏面 Office 2016裏面 其實最主要來說 有幾塊東西 我會和你們講講的 有幾塊東西 是挺好用的 OK? 不是畫東西 好 幾塊東西 其中一樣 不是 Sorry 不需要 這裡我放大 好 有幾個好用的 其實呢 有幾個Tools 第一個呢 就叫做PowerPivot 第二個呢 就叫做Power Query 第三個呢 就是叫做Power BI 其實是第四個的 叫做Power View 行不行 其實這幾塊東西是挺好用的 就是在新版本的Office 2016裏面 行不行 好 一看到這叫做PowerPivot的話 大家第一時間想起什麼 知道嗎 就是 PowerPivot 就是Pivot Table 沒錯 這個是一個加強版本的Pivot Table 基本上這個PowerPivot 就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將這個Microsoft Access 裡面有一些叫 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的一些Concept 是加了下去的 變成一個叫PowerPivot 的東西給了你 行不行 好了 這樣 不好意思啊 那是怎樣 行不行 行 好了 接著 好了 PowerPivot 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加強版本的Pivot Table 以前來講 Pivot Table 只可以是用起什麼 一個 Table 一組數據 只可以做一個Pivot Table 但原來你有十幾二十組 不同的Data 來自五湖四海的話 你就想想辦法怎麼拿起它 好了 但如果有了PowerPivot之後 恭喜大家 你看這個很方便的方法 就不用做很多工序 你隨便拉幾條線 它已經扔起了幾個 Table 你就開了一組資料 一次過做一個大的Pivot Table 來做分析 那這個就是它最強的地方 這個就叫做PowerPivot 好了 PowerQueery 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是一個查詢用的功能 行不行 查詢什麼呢 就是如果他給了一大隻數據給你的時候 他主要來講 就是做一個叫做篩選的工作 然後他就說 阿Day 你玩什麼 篩什麼選 我平時可以在Excel裡面 用Filter 就可以了 那我就篩選了 對不對 但是當然 第一 他的篩選是厲害很多的 可以嗎 能在幾十個不同的 Table 然後黏在一起 就用PowerQueery做篩選 不過 這個篩選有點難度 今天 我回來會教你 用這個篩選做什麼事 有沒有聽過 有時候 我們要拿數據 在哪裡拿 我們就會上網拿 可以嗎 直接拿 我想問你 如果想嘗試跟你說 我要拿回今天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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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訊究竟是什麼的價位 那怎麼辦 那我要每天都會怎樣 我自己上網站裡面 去拿回騰訊什麼價位 但我用了PowerQueery之後 厲害了 如果我們只要駁起了 去某些的財金網站 它可以透過 XML 或者叫做 JSON 的一種 Data Transformation 的一種形式 你就可以直接 開個Excel的 slasher出來之後 PowerQueery就自動 把Data 到你部機裡面 那就是日後 如果你要 up-to-date data的話 要透過某些網站 提供給你的話 PowerQueery是很好用的 可以嗎 就是可以拿一些 up-to-date data 用大量的數據 用大量的Data OK 第三樣東西是什麼呢 就叫做PowerBI PowerBI厲害了 現在每一位同事 你的主子 我相信他最喜歡 就是經常說 麻煩把Dashboard給我 好了 我想問一下你 你的主子 他要求的Dashboard 是什麼 什麼叫Dashboard 在他的世界裡面來講 如果在我一般主子的心目中 所謂的Dashboard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一頁類似A4子的東西 是Electronic東西 然後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統計圖表 然後見到統計圖表 我相信Juie InDepth 他看裡面的深入內容 就指著那個分子 就是Double Kick 進去 那些就叫做Dashboard 我告訴你 這些是低能版的Dashboard 我們其實真真正正 外面的坊間 我們要的Dashboard 是做什麼的 我們要出來就是說 它是可以 你的Data ready之後 你的主子 可以Base on你的設計 它可以重新去做一些分析 例如有什麼分析 例如你拿了Historical data 在這裏的時候 透過Dashboard 你老闆是可以怎樣 拉兩頁的話 它可以計畫到 2020年的時候 究竟我的Division 會賺多少錢 這些才叫做真正的Dashboard 而Power BI是其中一個 然後他會說 喂 David 不是喔 我們現在外公司 有一塊這樣的東西 是不是這樣長無記錯 T-A-B-L-E-A-U 有一塊東西叫做Taboo的東西 那這塊好不好呢 那這塊東西當然好 另外磅水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這塊東西好 好在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圖真的漂亮得嘔血 行不行 即是正到雲 是很漂亮 但是呢 我可以告訴你 這塊東西 它有一個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 我做學生時代 我用Taboo是很好用的 因為我們想要upload什麼Data上 就是upload什麼Data上去 我隨時隨地 可以uploadData上去Taboo裡面 我隨時隨地 可以做不同的分析 但是樂河在尼峰裡面用呢 我們要怎樣做 Data要怎樣做 我要首先把Data 給了我們偉大的ITS的同事 幫你upload到我的account裡面之後 我才可以做分析 明白我說什麼 這個已經不夠隨時隨地了 我們要做report的東西 要透過ITS上去之後 才可以做的話 喂 分析出來的時候 股價已經升幾升 我已經miss了賺錢的機會了 如果我的東西夠命的話 你明白我說嗎 所以這個東西有辣有不辣 如果我自己單獨用是挺好用的 不過老實說一句 如果做數據分析 加上整套拳來計 我會覺得整個Microsoft Excel 加上Power BI Power P4 Power QV 加上PowerView 是厲害很多 行不行 如果跟Taboo比 明白我說嗎 不過當然是難用一些的 我承認行不行 只要你叫PowerView PowerView你可以這樣看 某程度上就是一個 做加強版本的砌Graphic的一個工具 你到時候可以砌一些很英俊 很英俊的統計圖 跟著就在Excel spreadsheet裡面 去做Presentation用的 行不行 這個就叫PowerView 你可以這樣看 所以自從有Power BI之後 其實PowerView 人們都覺得是有少少 有些功能 你明白嗎 看看有辣有不辣 看看怎樣做法 還有Power BI 你知不知道你喜歡它做什麼呢 我最喜歡它就是有一個叫做 iOS版的APP 知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用Power BI 砌了一個靚靚靚靚的 就是Dashboard之後 各客的主旨 就不用拿著這個 什麼 重癲癲的一部 手提電腦 拿出去做Presentation 它就可能很有型的 拿著iPhone 或者iPad 拿出去做Presentation 都用到 明白嗎 那這個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好了 Anyway 那今天Dave會講哪幾個呢 今天呢 我起碼會講這個 跟著就會講少少這個 還有再講這個 行不行 至於PowerView I feel so sorry 今天講不到 因為我發覺到 我們公司 我們已經沒有裝一個 叫做Silver Light的軟件 行不行 我發覺它是用不到的 所以如果各客呢 是想用這個叫 是想用這個叫 PowerView的話呢 你要請你們 ITX的同事 幫你在部機內 裝一個叫Silver Light的軟件 下去 那你就可以有機會用到 行不行 OK 好了 可以了 OK 今天 這樣開波的時候 講一些 2016裡面 有的一些工具先 行不行 還有幾好用的工具先 好了 麻煩 開我給你一個 file SampleData Ad0604 2017 那塊 行不行 開它出來 你為什麼我那個叫 Answer 那麼恐怖 我知道 行不行 開出來 先 好了 當開出來的時候 一開波的時候 就會見到有一組資料 在那裡 那組資料 是什麼呢 那個Tablet的名字 叫HSBC 行不行 HSBC 就是匯豐 就是匯控 這裡原來 就入了什麼在這裡呢 有匯控的股價在這裡 就從2016年的1月 不是3月1號 到3月2號 顯示出來 OK 好了 匯控的股價 待會我們來做一個騰訊 行不行 OK 騰訊是很開心的 好 由這裡了 麻煩 我現在 我想做一件事 最基本 最簡單 我現在呢 我就想去做一些 基本的分析 行不行 基本的分析 分析 我們究竟現在這隻股票 究竟買不買得過 行不行 行不行 它那個Trend會是怎樣 走勢強不強勁 行不行 行不行 好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怎麼做呢 好 最基本的分析 麻煩 在我們這個頂上 Date 這個叫做HIGHEST NOWEST CLOSING 這裏 在旁邊 這裏 我加多一件東西 我加到叫什麼東西 在這裏呢 那個叫做 Changes Change 行不行 好了 首先 首先 第一件事 我們要有一個 Change 在這裏呢 好了 那有一個Change 在這裏呢 我們會怎樣做法呢 好了 我為什麼計算是Change 我們用Crossing Price 去計算是Change 通常的做法是 等於 什麼東西呢 就等於 今天那個價錢 除了 昨天的價錢 減回1 那我就知道 究竟呢 我是賺了多少個Percent 簡單點來講 喂 收不收到我說什麼 OK 我做個Warm up先 行不行 Warm up而已 這個如果是有上過 我這個叫做另外一班的 這個Excel Level 3 另外一班做這個叫做Forecasting 我基本上大量用這個東西 將今天的股價 除了昨天的股價 減1 那這個就告訴你 我究竟呢 是賺了多少個Percent 行不行 我當作即日先來解釋 行不行 即日先的意思 就是今天買一隻股票 明天買呀 這叫即日先 OK 我當然計算了一條Formula 出來的時候就知道 喂 Change是這麼多的 行不行 但永遠記住 我們永遠呢 我們是對我們的weight 即是我們賺多少錢 有興趣 我們沒有興趣就沒有興趣 就說投資多少錢賺多少 行不行 我有興趣就有興趣 在於就說 我究竟我們會賺多少錢 好了 我怎樣計算下去 這樣就可以令他立刻 然後再拉下去 計算下去 喂喂 然後就說 很簡單的 David Jet and Drop這樣拉下去 就可以了 是不是有這樣計算 這樣做法 就是白癡 我們要怎樣做 因為旁邊有個表 永遠記住 如果在數據旁邊有個表 那恭喜 他原來指著 右下角位置 變成右十字轉 再雙擊的話 他是會自動 跟著那個表 是會怎樣的 去到底底的 他會把你Jet and Drop拉下去 那就是說 以後 你只要怎樣 你只要 在這裡 這個位置 打一條公式 然後就指著 右下角位置 Double K 他就會自動Jet and Drop拉下去 十萬行 二十萬行 他要自己拉下去 就不用自己拉的了 明白未 OK 最基本的concept 好了 這個 給你了 好了 還記不記得 我有教過的那些 好了 麻煩 我究竟現在這隻 叫做匯控的東西 究竟我會 那個 expectation 是多少錢呢 OK 還有我們那個叫做 什麼的話 我們除了 expectation 之外 我們還要計回另一個 東西 那個叫volatility OK 是怎樣計呢 好了 expectation 是什麼意思 我之前我教過 level 3 forecasting 那幫我講過的 expectation 不是就是說 這隻東西 我期望我會將會賺到多少錢 行不行 我期望我會每一日賺到多少錢 是怎樣計 極簡單 等於什麼 Average 行不行 Average 哪裏到哪裏 留意在這裏 選這個叫E3這個位置 行不行 我們就 expect我賺多少錢 我每日賺多少錢 每日會有虧有賺 即日先 對不對 好了 我選第一個位置 就計回E3這個位置 選一個E3 怎樣 一下子就可以在highlight 我們的table 最底的位置 還記不記得 按什麼按鈕 按什麼按鈕 代表highlight shift 按著shift 代表highlight 如果我要跳到 table最底的位置 按什麼按鈕 按control 向下箭咀 行不行 所以如果從這個位置 去highlight到最底的位置 第二我們會怎樣做 就是shift control 向下箭咀 已經解決了問題 是不是highlight了 還有 因為我們本身這個FHA 這個方法 是將為一條simple equation 所以simple equation 意思就是 一個格子裏面 只有一條equation 如果我們要終結的話 要不一定要打一個三括弧呢 在這個情況下 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們可以就這樣打 Enter鍵的話 恭喜 我們已經 expect到 原來呢 會控 我是會怎樣 我expect呢 我是會每一日 是會有0.0001037 那麼多的回報 行不行 那就是大約有幾多 大約1%的回報 剩下1 2 OK 是0.1%回報 每一日 明明我說什麼 每日有0.1%回報 記不記得我說什麼 記不記得我說什麼 記不記得 好了 如果一連計呢 一連計會怎樣 一連計會怎樣 一連計很簡單 一連計多少 就是將它這個數字 整班255人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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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只有255人 因為只有255天的交易 的交易 是交易數目 行不行 有255天 uger 這就是交易 所以現在解決 第二 shield 明細消息 它是26% 諸 EntrewGe violent 知道為什麼它要 aparecer 繼續 警告 轸 manif 擂 lys 當 lubric 意 千千變成什麼? Ctrl Shift 4 明不明白我說什麼? OK? 現在我是溫習的 好了,另外 Volentivity Volentivity是怎麼計的? Volentivity是計算它的standard deviation是賺多少錢 行不行? 那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說STDE 行不行? 好了,留意在這裡 這裡,因為有些同事是看不到的 因為好像我這樣是需要用一個叫輔助鏡的 即是老化 OK 好,我先放大給你看 看這裡了,我先做一個輔助鏡 要不要留意 如果是standard deviation 如果我小時候學的時候 standard deviation用Excel是用STDEV的 想都不用想的了 明明我說什麼? 但既然看到STDEV前面有一個錦炭口 還記得為什麼有錦炭口在那裡? 因為這些方法將會怎樣? 將會expire的有機會 行不行? 這些是舊東西來的,隨時隨地expire 所以我提醒你 你不如學個新的東西吧 好不好? 那學新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它的新的方法大致上 2016打後 是會叫做DocMutDocMut的 明白嗎? 因為原來STDEV STDEVP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方法 原來STDEVP 就變成STDEV.P 而STDEV 就變成STDEV.X 行不行? 我現在很明顯地只不過是拿了一些Sample回來 不是整個整個Population拿出來計 所以要選哪個呢? 按下箭咀 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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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之後 又是 我怎樣去highlight它呢? 選擇這裡 E 有這個格子 E3這個格子 按著shift 按ctrl 向下箭咀 highlight 完成 之後按enter 鍵 恭喜 你每天的Volatility 就會是這個數 就叫做 0.013763 OK 那如果Annual的Volatility 是多少? Annual的Volatility是多少? 怎樣計? 好了 有同事如果上過課就知道了 不是乘255 是甚麼? 是等於 這個數字 乘回SQRT 255 即是開方255日 行不行? 知道嗎? 因為用 sample 是要這樣做的 乘回開方255 這個 就是它的Volatility 行不行? 你知不知道 我看到這個數字 我很肯定 告訴你 如果根據歷史的往績 很明顯地 匯豐有68%的機會 是會賺到錢 重要是怎樣? at least會賺到4% 過去 拿回這些資料 一看一看下去 68%的機會 是會賺到4%的錢 行不行? OK 因為它會進入一個標準 標準 對嗎? 很簡單 它頂的標準 我不理它 即是去到48% 行不行? 我不理它 即是賺48% 你很厲害 行不行? 但問題 如果是虧錢來計 看是怎樣? 是我們的標準 另外一邊 將26%減回22% 就只剩下4% 即是說 我有68%的機會 起碼會賺4% 即是如果過往一年 投資下去 明不明我說什麼? 這個就是匯豐 OK 因為我本身有這樣的東西 好 讓你們看 這個圖 又要溫一溫書 Yes 這個東西 看看會否大一點 不好意思 沒有 有 有 有這個 這個 給你們看 剛才的volatility 是什麼意思? volatility volatility 的意思就是 一個 剛才我們平均賺多少錢 我平均賺多少錢 我剛才計到 26% 26%就是mul 對不對? 如果我們是怎樣? 我們一個standard deviation 我剛才計出來 一年的standard deviation 多少? 22%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原本我是多少? 26% 我平均一年賺 如果我們是賺到是怎樣? 這個加一個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多少? 48% 如果跌一個standard deviation 多少? 就是4% 明白嗎? 如果4% 賺4% 去到48% 究竟有幾個機會率呢? 看看這裡 多少% within 一個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什麼? 68% 明白嗎? 我講什麼? 好了 問多一個問題 如果我虧入肉的話 是幾個percent的機會率? 那的時候呢 我60% 如果是這樣計虧入肉的話 這裡有4%賺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說的時候 我可以虧錢 就由這裡開始數 數到這裡 對不對? 那就是說 我們要虧錢的話 我們只有32%機會虧錢 甚至乎再少一些 明白嗎? 對嗎? 對嗎? 將100 減回 sorry 不好意思 不是32% 這是計錯數 這裡是68 這裡是95 95除以 好 很簡單 將68 這裡就變成34 34加起來就是84%機會 有84%機會 有84%機會是賺錢的 對不對? 那有多少%機會去虧錢? 16% 見不見到? 明不明我講什麼? 不明白 很簡單 跟你講一下 這裏 假設我賺4% 我都當虧錢 可以嗎? 我簡單點去計 可以嗎? 那這裏來到這裏 這裏是50% 如果這裏是68% 如果減你一半的話 這裏是68% 那這裏 這裏有多少? 就是34% 34%加上50% 就是84% 如果賣匯豐的話 過往一年 有84%機會是賺錢 只有16%機會是會虧錢 明不明我講什麼? 知道為什麼要跟你講這些 這裏就是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 我們永遠都拿這裏出來跟人說 老闆最有興趣跟你說 你有幾%機會賺錢 幾%機會虧錢 是虧多少賺多少 就是講這些 這裏叫什麼呢? 就叫Value at risk 要講一講這些東西出來 行不行? 不過這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先給你們聽到 明白嗎? 因為現在公司經常講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 你沒辦法不講這裏出來 最起碼這裏 一直講出來 就叫Lormal Distribution 講一下那些Distribution 要告訴老闆 究竟是有幾%機會賺錢 幾%機會虧錢 明白嗎? 風險是多少? 就是講這裏 有空呢 如果沒有事情要做的話 放假 我講 公司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做 拿回中午 下一期 那本數學書出來 你就可以看回這裏 明白嗎? 我講什麼? 當然我們讀得很辛苦 因為那時讀是怎樣? 讀很悶的東西 但落後 當日如果我sir 他跟我說是怎樣 我跟炒股票有關 我一定怎樣? 加倍十倍精神 去學好這些東西 是嗎? OK 無論如何 好 明白嗎? 所以明白 為什麼無情百事呢? Daylee 為什麼愚蠢的 你和我說什麼坦白質 這些已經放下了很久 但落後 這些東西很明顯的是怎樣? 你告訴人 我風險是多少 行不行? 好 熱鬧完 開始做些有意的東西 甚麼有意的東西呢? 好 首先 Daylee 我知道我現在好像 都很賺眼 現在拿回歸資料來看 對不對? 但問題呢 我想看滙豐的表現如何 但是滙豐的表現 要留意一下在這裡 你看了些甚麼 好,第一,Date,日子,最高价、最低价、收市价和Changes,对不对? 我会想到问题就是,如果做分析的时候,最方便做分析看什么?看图,对不对? 但看图的话,我们起码要做几个图,一个,两个,三个 你喜欢做第四个,可以吗?要我做四个图很痛苦,可以吗?很烦的 有时看完就算数了,可能看过程度而已,那什么方法可以帮我们做好些呢? 那很快的方法,就教你做一件事,就叫Spark Line,是什么来的? 麻烦,在Role1这里,Kick它,Right Click,加多一个Role在这里,可以吗?拉一点 可以吗?先做一件事 好了,是 你计算不了,待会我先过来看看你,好吗?我们不需要用的,这个 我先做这些事,可以吗? 好,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为了令到这些格子,打发这么平均,这么阔 先打开图,由B,去到E,打开这四个图,可以吗? 打开图,然后,至于哪一位位置 打开图,让它平均一点 今天我想做什么呢? 原来XL里有些Spark Line的东西,就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统计图表 可以吗?一看就看得到,等我们 好了,我由哪个开始做呢? 做HIGHEST的先,选择这个格子,B1这个格子 接着,我们选择这个叫Insert的东西 选择这个Insert的东西之后呢,你见不见到这里 是否有LINE,COLUMN,WIN,NOTES 是否这些东西在这里? 麻烦,我选择一下LINE 看得到? 选择一个LINE 这个东西 好了,当你选择这个叫LINE的东西之后呢 这个问你什么问题? 好了,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DATA RANGE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就是,告诉你,你想把你的图表放在哪里? 很明显地,刚才我选择这个格子,B1 所以就不显示B1给你看 Location RANGE 明白吗? 好了,但现在是DATA RANGE 我们要怎样做? DATA RANGE很明显地由哪里? 由B3这个格子开始 行不行? 我会怎样做? 选择这个格子之后,我用HIGHLIGHT,HIGHLIGHT到尾,按什么键? 按着Shift键,按Ctrl向下箭嘴 搞定 HIGHLIGHT了 当你HIGHLIGHT了之后,有什么事件发生了? DATA RANGE B3去到B259 Location RANGE 是B1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什么就是? OK 当你按了OK之后 开心的事就发生了 看到吗? 在这里 是不是已经大大够有一个trend 让你见到? 可以吗? 明显一定是升位的 对不对? 我刚才算了出来 对不对? 20多% 大佬 还要成什么? 85%的机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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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的机会是赚硬钱 你想怎样?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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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然了 有同事之前上一堂都跟我讨论过 就是什么? 我们History Code Data 是不可信的 只不过现在就是做一些 叫做一些 叫做一把trend给你看 可以吗? 但我们都会拿一部分来做 今时今日都会 OK 好了 看回这里 有个trend 第二话了 这个图表呢 我仍然不满足 我不满足在什么呢? 第一 我可不可以加一些东西 好 留意在这里 选择了个甲鸡的时候 看到右上位置 是不是当我叫做spotnite tools design 是不是有这样的东西 在这里 先选择一件东西 spotnite tools design 原来在这里 这个tab里面 它加多了很多元素 在里面 什么元素呢? 上面 有一个edit的data 可以选择拉测 column chart 就变成这样 看到吗? 或者vnots 变成这样 可以吗? OK 我当然选择拉测 好一点 好了 旁边还可以怎么样? 最高位是多少钱? 最低位是多少钱? 可以吗? 可以吗? 有没有负数出现? 可以吗? 可以吗? 或者加上其他不同的分析 也可以 这个甚至可以怎么样? 哇 选择一些颜色 红色点 黑色线 也可以 选择不同的选择 给你看到 好了 但这个都不是最正的地方 但是改了这个图之后 看到升位 跌位之后 还没够好玩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说 原来我做了一次之后 我只要把这个图 share and job 拉到旁边 恭喜 你要做的图片都做完了 是不是? 喂 听着 你尝试想想一下问题 有时候我做分析的时候 是不是要弄一弹 我们都要做一个很伟大的一个chart 出来 要做很多很多的cake 要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 选择三宝先 不是的 有时候我只想做一个trend 行不行? 最低位是多少? 最高位是多少? 或者甚至乎我把Line chart 拉到这个changes那里 更好玩 为什么呢? 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changes好玩吗? 刚才呢 我在这里 是不是踢着了多一个东西 叫做negative point 是不是? negative point 很明显地就是怎么样 大部分红色点就是什么? 跌的那些日子 可以吗? 跌死的日子又有 可以吗? 但是唯独一点点 正数是会在顶的 是红色点 那天就是什么? 就是升至最金的日子 看不见到? 喂 收不收到啊? 是不是? 那一望之下 你就见到这些changes 这些波幅的东西 就出来了 行不行? 好了 接着六波 我要再分析了 好了 来到这一刻的时候 我又试试做另外一件事 我们已经见到这些波幅 这些声幅等等的东西出来了 好 但是呢? 我一个很想做的东西 就是 我想呢 forecast一下 究竟来到 汇丰的股价是怎么样? 行不行? 来到汇丰的股价是怎么样? 行不行? 我现在呢 可能又 sorry 拿了一年的数据 行不行? 我想forecast一下 就是说 2017年 7月1日 究竟汇丰是什么价 我可不可以做这些东西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model 这些data 可以继续一个model出来 行不行? OK? 那我们如果用一个数学model去继续的话 如果以前的世界来说 恭喜你 你就会怎么样? 去读很多年的数学 去学 行不行? 但今时今日 我们有了这个 然后呢 它有一个叫one kick 的一个叫forecasting tool 一按键 就有得出的了 好了 不过在这儿做事之前呢 麻烦 要做少少手脚的 麻烦 在A column 这里 click right click insert 再加多一个column 这个column 我叫什么名字呢? 就叫day 加多一个叫day的东西 加多一个叫day的东西 就不会跟你说是几月几日 我们要开市价多少 收市价多少 我们要跟你说 今天是2017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今天是2017年的第13个交易日 是不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的? 但原来呢 我们呢 有个假设的 就假设呢 我们那些股票的数据呢 全部都叫什么呢 是叫continue的 我叫continuous的 行不行? 就是fork function 一定要continue 行不行? 不continue是没得玩的 基于一些数学理论 行不行? 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每一个星期呢 我就有两天就会断了 一定不continue的 那两天就是礼拜六和礼拜日 起码 不计公众假期 信不收到 那就中招咯 所以如果做分析来说呢 恭喜了 我们要在这里打回去 第一个交易日 第二个交易日 行不行? 打回去 当然了 一定不会是3月1日第一个交易日的 我只不过这里是怎样的 先假设它 行不行? highlight了这两个东西之后 现在怎么做? 你猜怎么做了? 1,2,3,4,5,7,8去到尾 那怎么做? 各位聪明的同事们 应该知道怎么做的了 highlight了这两个之后怎么做? 指着右下的位置 是DoubleK 明白吗? 它就会拉到尾了 OK? 好了 接着 David你又做分析 想分析什么? 我想知道汇丰会怎样升成点 跌成点 那怎么做? 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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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怎样做的呢? 我想用closing price 你去做一个指标 行不行? OK? 你去做一个指标 那就是我想看每一天 比如第一天开始 去到可能end 之后 究竟它的closing price 的变化会是怎样? 行不行? 那怎么做? 好了 那我就要select了 A2 去到尾尾的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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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接着 我们又要选择这个closing price 去到最尾尾 但我们现在很明显地 是discrete分开两个位置 来选择 那我又怎样做? 按着Ctrl 键 代表分开选择 按着Ctrl 键 用滑鼠 指着E2的位置 踢一踢 它现在是不是已经亮灯了? E2的位置 接着我由E2的位置 就highlight到E2的位置 去到最底底位置 要全部highlight它 那怎么做? 按着Shift 键 就是Ctrl 向下距脊 按一下 放Ctrl 放Shift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column highlight了 行不行? 记住 我们很多时候 这种分析是做什么的呢? 再讲多个Terms 这就叫做Time Series Analysis 如果讲得high一点 行不行? 但事实上来说 我们真的那么high 不好意思 因为刚刚刚招了个电话 傻了 这种做法 这种分析叫Time Series Analysis OK? Time Series Analysis 为什么叫做Time Series Analysis 呢? 我们就想看日子 对股价的影响是怎么样 明白吗? 将日子不停地改变的时候 究竟那个股价是怎么走法呢? 我们就对这种分析 十分有兴趣 所以在数学方面 有一套 统计学上有一套 叫做Time Series Analysis 是很吹之仰慕的 行不行? 好了 那我们选了有时间 有日子 也有那个股价 那我们按什么键做分析呢? 听着 起码有读三年统计 你才会懂得做一个很准确的 但今时今日有了X有之后 恭喜了 好 在这里 Data 选Data这个位置 可以吗? 在Data这个Tools那里 OK 顶这里 是不是叫Data 这个Tap 麻烦 拉过去右手边一点点 你见不见到有一个键 这个键叫做什么? 叫做Forecast Sheets 见不见到? 一旦你按了它 它就同意分析了 按吧 恭喜了 我以往可能要读几年数学的东西 它一下子已经搞出来了 已经 行不行 好了 这个就是它分析的Train 留意一下 橙色部分 就是它做Forecasting的东西 行不行 蓝色部分 就是我们的Historical Data 这个就是它估计 如果估计呢 就会怎么样? 汇丰张会很Steady的升上去 好了 Anyway 看到这个东西之后 你说 是不是跟着买没有死 当然不是了 没玩了 好了 我要再做多些东西 要做多些东西 好 首先 来到这里之后 我看怎么玩 这个东西 好 看清楚点 我放大了 这里它放了一条线 蓝色线 Historical Data 橙色线 做Forecasting 行不行 好了 接着拉到蓝面这里的时候 看什么叫Forecast End 322 看清楚 原来我们只有250多日的Data 下跌了给他 对吧 但它估计是怎样的 322天 大哥 越估就一定会越差的 偏差都越厉害 行不行 再留意一下 等一下 Derek这条线不够了 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线 看不见到 是不是有这样的线 这条线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条线就是它估计的 中间条线它估计的 这个significance 去到几个%的呢 是95%的机会率 就是在那两条曲线之间 行不行 知道为什么我知道 是95%呢 因为它by default 设定了95% OK Anyway 听着留意在这里 你说 为什么 不告诉你 这个option这个键 看不见到 KKoption这个键 你就知道了 看不见到 它的confident interval 是设定了95% 所以不知95% 还有 问你的问题 老板最经常问这个问题 尤其是一些不懂数学的老板 他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设定95%呢 有些不是老板的嘛 因为什么呢 没错 是两个standard deviation 这个是我们一般外面做的 finance 世界里面说的 业界标准 你可以跟你老板听 这个是两个standard deviation 这个是我们做数据分析里面的 业界标准 一下划进去搞定了 行不行 你不要问我这么多 OK 业界标准 为什么95% 业界标准 行不行 两个standard deviation 明白吗 好了 我没有设定这么远的 那所以呢 我大约 我设定去300日算了 行不行 其实你会见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呢 如果越远的日子呢 其实它越发得厉害 误差就越大 行不行 所以一定不可以猜太远 行不行 第二件事 留意一下吧 我们有257组 data 在里面 他问我们 我做forecast的时候 其实是否用了257组 data 做forecasting 我告诉你 通常来说 我们不会的 OK 我们大约用7至8成的数据 是用来做 这个叫做 learning data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将historic data 分为两字 头八成就叫做 learning data 去讨论了模特儿出来 这个叫做208 OK 我用208组 data 你去做 行不行 留意在这里 见不见到 我用208组 去看 这里就要做了一个模特儿 就是模特儿了这条线出来 然后我就想看看 这条线呢 会不会发出这95%的范围 然后我很开心地 是没有发出到 那就是说 这条线都尖尖了 明白我说什么 OK 这条线真的可以用的 这条线 好了 记住 95% 好了 接着 下面这里 它就跟你说回 time series 在哪里 就是刚才我们有A的column 而这里就有E的column 就是它的closing price 告诉你了 行不行 还有这里 seasonality 麻烦 你不懂 就踢着这个 detect automatically 什么叫seasonality 因为原来我的数据 是有淡季旺季的 行不行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做什么通计分析 其实尤其是现在我们在尼峰里面 如果我们是做服装的话 你春夏秋冬四季做完的话 其实 你是要去eliminate 那个叫seasonality 意思就是说 譬如说你是做毛衣的 你可不可以用秋天的时候订单的数量 去和你在夏天的时候 在春天的时候订单的数量比较 不可以的嘛 明白吗 那你怎样可以比较到 你有没有勤力到 有没有进步到呢 我们就reeliminate 叫seasonality eliminate 叫季节性的影响 所以以前来讲 你要做参谋 但是恭喜你 我们一个位置的excel 你按着他就可以了 明白我说什么 他会和你做这个东西的 OK 好了 搞定了之后 那怎么样了 来了 我再按 搞定了之后 ok 下了些数据之后 改了那些东西 那我怎么做呢 看见没有这个键叫做create 按create 好了 当你按完create键的时候 顿然发现了些什么 出现了呢 好 在hsdc前面 多了一张叫sheet5的东西 看见到 跟着 刚才的统计图表 恭喜了 你在这里是见到一张统计图表在这里 看见到 统计图表依然在这里 而这里呢 这个table 是有些什么东西在这里呢 换来底 按ctrl 向下 你见到些什么在这里 原来呢 他就在下面做做forecasting 他用一些excel的formula 去forecast到这个model出来 究竟他那个叫 Lower Confident Level Lower Confident Bar 和那个Upper Confident Bar 究竟会是多少 用这个这样的数据方法 去砌个表给你看 而他的图是怎么砌出来呢 就是靠这个表 来砌出来的了 明白我说什么 好了 Anyway 这些数据你不用理他 最重要是看上面的表 先 好了 当你看到这个表的时候呢 跟着 我想做什么 我就说了 David 我跟他买也好 那我究竟是 怎么样 就是逐个逐个 用这条线去买 是不是 其实是的 行不行 但是呢 我想看看他 究竟现在拼出来 那个model是否真的可信 行不行 或者我究竟可不可以用一条 简单的formula 濕下去就搞定 因为其实呢 我们最想是怎么样 任何的做这些数据分析 我最想做一条叫做explicit formula 什么叫explicit formula 情况就像什么呢 就像你计算圆形的面积 或者三角形的面积 我濕掉那些叫什么 半径下去 就可以叫圆形的面积 即是一条formula 濕下去就知道圆形的面积 同一道理 如果我要估股票 就最好怎么样 我就分个日子 我就知道汇丰多少钱 你明白我这样 这些就叫explicit formula 我就想找一条这样的东西出来 那我们伟大的exo 做不做到呢 就行了 好 看完东西 真的很开心 全部搞定了一盏色 好了 来到这里的时候 选回蓝色这些位置 蓝色这些位置就是 所有数据 行不行 使用这些位置 right kick它 见不见到下面这里 有个选择给你 叫add channel ok 我先放大 好 再看一次 这里 我选回蓝色这点点 ok 接着最位置 right kick它 看见不见一个选择给你 就叫add trend line 对不对 先锁下add trend line 先锁下add trend line 锁下add trend line 之后呢 留意下 在右手旁 它多了一个叫format trend line 给你了 然后拉到下面的时候 就精彩了 好 跟你说一下 如果有上过我这个叫做analytic 做forecasting and analytic tools 那一班的话 其实已经知道我又想说什么了 expotential代表什么意思 增长最快的 通常是什么线 是代表expotential curve 就是我们计幅利率 就是expotential curve 明白我说什么 ok 平时你扔钱在银行里面 它的增长 利率的增长就是expotential curve 但是当然了 我们没什么增长 原因的息太低了 ok ok 好了就是这样曲线上的了 最快增长 如果你是怎么样 你说不是啊 我投资了一些生意 当然时代妈妈都不认得 是这样怎么样 福利率式的跌的 生意 那这就叫logarific了 行不行 如果中中挺挺 用这种叫单利率计法的话 那种计法就叫limia 行不行 好了 如果下面polyomial power 和moving average 明确我们不多说了 因为这些已经是两个个课程 里面说了 行不行 但今天我就教你用什么 用这个limia 配合线出来 行不行 因为为什么我会用这条线呢 好老实 其实呢 我要配合线 通常就是expotential linear 这两种而已 我通常行不行 好了 留意在这里 很明显地 这条线 就应该是怎么样 almost 就是 都直直底的 保持上升柜 用一个linear 做一个estimation 好了 用一个linear 先键回它 好了 接着下面 看东西了 这个channel 要不要给它名字 行不行 那自动 就给它名字 叫做linear closing price 行不行 下面 有几样东西大家要留意 好 下面有一样东西 就是说 是否需要设置intercept 大家看到没有什么叫intercept 好 intercept就是说 这条线 穿过Y轴的位置 就是叫做intercept 通常来说 代表什么呢 这个就代表 我们那只股票 它那个 叫做什么 它那个initial cost 行不行 就是它上市当日 如果假设 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想捕捉它 它上市当日 它有多少钱 那我就找回 intercept 就是它上市当日 它有多少钱 明白我说吗 OK 好了 这个叫intercept 那我设不设计 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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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我设计 R2 这两个东西 行不行 行不行 好 来到这里之后 看东西 着促之后 接着看到 咦 有一块东西出来了 那这块东西 我拉到一些 空一点的位置 给大家看 还有 我选择这块东西之后 那些字太小了 那怎么办 我选择之后 按ctrl shift 接着M字旁 是否有一个大个符号 大个大个大个 大个大个 按大个符号 ctr shift 按大个符号 接着 我就有这样的东西 给你见到 好了 首先 他说什么 这条formula 这条formula 就是说一件事 如果你想去 如何计算 究竟汇丰 那只股价是多少 不是 多少的话 很简单 你看看他现在第几天 比如想看回 第296天 究竟股价是多少 那怎么计 汇丰 汇丰股价就等于 0.0815 x 2 296 x 45.718 这个就是汇丰当日的股价 估计 行不行 收不收到 好了 接着你说 下面的r2 等于0.863 是什么意思 r2 其实告诉你 它最大的数值是1 最小的数值是0 r2等于0.863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它大约有86.3%的点点 可以配上去 现在这条 y等于0.0815 x 加45.718 这个formula 里面 明白我说吗 就是配上去 那我告诉你 其实通常r2 去到0.7多 我已经觉得超准了 在自然界里面 0.8多 这个 收不收到说什么 好了 我问下你 我虽然说了很多数学名字出来 但你有没有计过数 没有 但奈何你不停要做一件事 是什么 去解释那些数字 在解释什么 原来这个世界 现在的年代是怎样的呢 那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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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和我们搞定了 我们现在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 它就是interpreted 那些数字出来给我们之后 我们要分析 究竟实际意义是什么 这些就是今时今日 如果我们是一个 不是一个数据专业的人来说 我们要学会的东西 行不行 由头到尾有没有计过数 没有 我由头到尾只不过是怎么样 interpreted 一些东西 和一些数学concept that's it 不需要计数 在这里 明明我说什么 OK 如果有同事 用SAS 那叫SARS的软件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它全部一弹出来 是整篇报告的 OK 然后很多不同的数据 都出来了 接着你要做什么 就是逐个逐个数字去解释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这样 喂 好不好 这个是第一个 做forecasting的功能 OK 因为我发觉到2016 是瘋了 这个东西 它最劲是做什么呢 就是做数倍分析 OK 是啊 行不行 OK 你试过去拿494的数据 对不起 拿0700 对不起 拿0700的数据 配上去 看看东西 明白我说什么 OK 因为我不是用2016 我想 Lohom and Dread 去拨幅 可能 happen 这里总共预测 就是 去到 585天 大概295天 那是否有阻辆的 那是否在旁边的七部 还是295天的 没错 没错 不是自动以置 你刚才想表现就是 没错 没错 就是没计算到的 这个是他计算的 295天 是 是他计算的 因為我會提到250日而已 是的 可以 沒錯 如果我再想去怎樣 我想去再多些我就想拿回這個方法 其實我老實 我不是想要這個方法 我最想要是R2 我想看有多準 如果他準的話我就相信他 不準的話多謝了 你明白說什麼 如果出來是0.3多的話多謝了我不要了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所以這裡有86%的錢 是按那個 是可以配得下去 是可以配得下去 按這條欄 因為留這裡 我知道是95% confident interval 你明白嗎 就是這個了 因為剛才我要計算這個 對 行嗎 OK 好了 繼續 這個 這個是在estimation 如果要做一些很準確的projection 來說 好老實 當然不是用這麼簡單的model 如果一按鍵按到的 就是這種一按鍵按到的話 那 SARS就不會買這麼貴的了 OK 就是那個軟件 SAS就不會買這麼貴的了 OK 行不行 這只不過是一個concept 還有做一些estimation 做projection 不如這樣我用回字 不是做forecasting 做projection projection 這個名字很便宜 你明白嗎 forecasting要很準確的 OK 好 繼續 跟著 我看回另外一件事 我看回一些 沒有那麼開心的東西 就是XTS裡面的data OK 好 現在看到XTS的data在裡面 跟著就看不到 不要緊 我放回大給你看 有些什麼在這裡 好了 有些什麼在這裡 有customer的full name 有case number 有po number 等等的東西在這裡 對不對 好了 現在我想說什麼呢 我接下來就想跟你分享一件事 就叫power pivot OK power pivot 好了 但在說power pivot之前 又說一件事給你看 就叫pivot table 好了 搞什麼呢 因為2016版本的pivot table 是多了一件厲害的東西 那件厲害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看穿身 收水等了20年30年的功能 是什麼功能呢 好了 因為呢 公司呢 有個做法的 這裡呢 其實就顯示了 就是不同的case number 行不行 OK 跟著呢 原來不同的case number 它裡面就代表不同的item 行不行 拆散了 很多時候同事就問了一個問題 David 如果想數回 究竟中共有幾個case呢 那怎麼做呢 行不行 是unique的case 要不要這樣 那以前呢 是數不到的 但是呢 有了這個新版本2016之後 是數到的 它有一個叫做can unique的功能 多了一個 好了 是怎麼玩的呢 好 和你分享一下先 通常呢 我見到這麼大塊東西之後呢 這麼大組的data呢 通常我們會做些什麼事 如果在excel裡面 我通常會做一個動作 就是這裡看著了 指著這裡上面 見到叫insert的東西 在insert這裡 見到一個叫table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把現在我的active cell 身處的這個疑似table的位置 把它變成一個什麼 table 先按下去 好了 以前 OK 以前 我們就不是那麼需求 你一定要將我們的 那些 數據呢 將它變成table 其實2007版本 或者2010版本 其實都要求不是那麼高 但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用2016版本之後呢 如果見這麼大量的數據的話呢 你將它 這些這樣的 數據範圍 將它變成table 是會著手很多 還有改名字給它 行不行 原因是為什麼呢 看東西了 好 首先 create table 它告訴你 是否將A1-R17207 是將它變成什麼 一個table 問題是 它是否有沒有table header 有 接著什麼 OK 好了 它變成了一個table 但變成了table 之後呢 留意在這裡 在table tools的位置 設計這裡 左手旁 它不是叫table name 叫table 4 可不可以 麻煩 用我慣常的改名方法 我叫TBL Case 好了 首先 那個table name呢 我們會怎樣的呢 其實 改任何名字都可以的 你叫How Kitty 都可以 Bear Daniel都可以 OK 但是如果你是要 如果 David 平時我改開名字呢 我通常會喜歡怎樣改的呢 我喜歡它的那個叫做什麼 它的那個類別 那個數據的類別 它的類別呢 就放在頭的三個character裡面 就像現在這樣 一看就知道世界TBL 代表什麼 table的意思 而它的名字就叫做case 為什麼我喜歡這樣改呢 一會兒我會有個示範告訴你 我感覺是有著數的 可以嗎 這是一個best practice 你可以這樣看 好了 改完名字 按Enter 那以後這個table就叫做TBL case 可以嗎 好了 接著 首先 我現在來了 那我要開始想把這個東西 就變成一個pvert table 可以嗎 好了 那怎樣做法呢 留意在這裡 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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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table我再選 但見不見到pvert table有兩個 一個叫recommended pvert table 一個叫pvert table 見不見到 那選哪一個呢 當然選一下pvert table 但為什麼它叫recommended pvert table 在這裡呢 原來Microsoft Office 2016 已經加了machine learning的元素 在這裡 原來我一邊用過Excel的時候 它一邊就記錄下 我們怎樣用它 一些practice 它就學習了我們的behavior 行不行 那以後呢 如果 如果 Derek 走出卡 被車車死了的時候 那我自己的電腦仍然在 那我同時只需要 把數據搞定好之後 一按按叫recommended pvert table Excel呢 就自動將一個平時 David or 做分析的pvert table 給它 你明白嗎 這種就是machine learning的威力 記不記得 他學成怎樣 我就不知道他學成怎樣 因為我用了沒多久 可以嗎 我不知道他學習了我多少 OK 就是這樣 好了 Anyway 通常都是pvert table 其實知道你講了什麼 給你聽嗎 其實留意一下 就是recommended pvert table 其實是有個用途的 你想想 如果假設你同事還沒死 他只會放了假 或者不懂得 但是你老闆就很敢 一要做一個分析 他說平時誰做過那個analyse 那怎麼辦 你就開著他部機 按這個就有了 行不行 就是似乎 那個樣子 行不行 沒有十足都會怎樣 有七八成掛斷 行不行 就是這樣 好了 選擇 table or range 行不行 table range tbl case 他已經選了 行不行 有個名字就是tbl case 好了 接著他開不開多張wordship 給他 好了 開張新wordship也沒問題 不過這裡 留意在這裡 見不見多了一個東西 叫add this data to the data model 這個就是新東西了 記住原來在2016版本 他多了一個concept給你 就叫data model 他其實就是霸佔了外部電腦的memory 就是在一個叫data model 在這裡 組data model有辣有不辣 加了data model一件事 他不辣的地方 他為什麼差的地方 在於什麼呢 就會occupy了我們很多memory 行不行 但是如果做一些複雜的東西的話 有了data model的話 相對來說會省了memory 為什麼呢 如果做細A的東西 他會浪費memory 但是做大堆頭的東西的話 他就會幫你省位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用了data model之後 很多特別的功能可以用到 好像剛才我想說的那個 叫count unit的功能 都是一定要用data model才有的 行不行 好了 麻煩幫我踢著這個 叫add this data to the data model OK 選了之後 按ok按鈕 其實當你彈出來的時候 開一張新的stretch出來之後 其實樣子沒有什麼特別 啊 都是這樣一下而已 你看到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 出來的樣子呢 跟我平時的樣子差不多 好了 留意一下 來到這裡 好 首先第一件事 有些同事看到我這個樣子 咦 david分開兩個column 很開心 那你不需要耳耳 無需欣喜 為什麼呢 原來呢 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gear 這個公仔附近 一卡一卡的話 其實你可以重新組合過 你p4 table p4 field 是怎麼擺的 行不行 因為有些同事 他覺得這個螢幕太過 細了 行不行 因為他by default 是這樣的 by default 是這樣的 他覺得很辛苦 所以他就說 咦 分兩個column 好像好看一點 那就分兩個column 再者 把這個中間拉闊一點 那就會好看一點 舒服一點 行不行 這個因個人而異議 行不行 好了 記住 在Excel裡面 其實我任何的table 包括p4 table 都是我的名字 所以如果用滑鼠 你選了現在這個空間 p4 table這個空間的話 其實你看到這個上面 在這個叫p4 table2 左手旁 OK Sorry 這個p4 table2 選回anlars 左手旁 它叫p4 table name 它改了叫p4 table1 看到嗎 因為這是第一個 刪除了p4 table 好了 那我們留意一下 我想搞什麼 好 我想做回一件事 我不是說的 我亦都想數回 究竟呢 不同的customer 和我做了幾張case 對不對 好了 留意一下了 首先 用回最簡單的東西 不同的customer full name 我再放一個roll OK customer full name 出來了 行不行 好了 我想看看它 和我們做了幾張單 是不是 幾張case customer 這樣就把case number 拉過來 放手 好了 因為本身case number 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文字 它不是會做count 如果數字 它不是會做sum 對不對 問題來了 看回這裡 其實count這個number of case 其實是count什麼 就是count它有幾張case duplicate的會照count 現在這個 可以嗎 duplicate是會照count的 如果count you read 就是you readcase number 那怎樣做法呢 看東西 一樣 都是把case number 拉下來 我再拉一次 可以嗎 第二個叫count of case number 2 看到嗎 我拉回來的時候 發覺到 兩組東西是不是一樣 有什麼特別 好了 看東西 如果我指著這個位 right click它 可以嗎 count of case 這裡 right click它 下去下面 看不見到 有個叫value field settings 看不見到 value field settings 卡卡它 看不見到這裡 它突然間呢 就會多了一塊東西給你 就叫做summarize value by 就說什麼突然間 不斷都有的 比如說如果你想要去sum 就是sum 就是sum 最清楚的地方 永遠都是最後出的 拉人去最底 看不見一個東西給你 叫distinct count 看不見到 這個東西就是好東西了 選了之後 按ok 恭喜了 你等我30年的功能 終於出現了 我認真說還沒開玩笑 我day one 進來李峰呢 有同事問 第一次問我excel問題 就問這個問題 喂可不可以count your lead 行不行 終於有了 現在行不行 有一樣東西跟大家說說的 等等先這個 好了 剛才不是說data model這個問題嗎 data model這個問題 它會有什麼問題發生呢 會是很memory consuming的 對不對 好了 問題來了 Depic 那我的部機能夠RAM呢 ok 這個問題 好 我們現在的部機能夠有多少RAM 知道嗎 公司給你的部機能夠有多少RAM 很簡單 ok 我先縮細絲在這裡 公司給你的部機能夠簡單 想知道有多少RAM 選什麼 嘿 開這個出來 然後呢 糟了 我已經很少用 用什麼了 嘿 看看 有什麼辦法簡單一點 算了 這裡 在螢光幕上 white kick它 然後選什麼 properties disk PC 可以嗎 white kick它 properties 然後呢 我們的電腦呢 就會出了什麼 給你看 我們總有8GB RAM 可以嗎 有8GB RAM 可以嗎 8GB RAM 8GB RAM 大家要留意 8GB RAM 看到嗎 好了 我們用了7.69GB 是用到的 可以嗎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怎樣呢 要確定我們的系統 這裡看到 是64bit 因為是64bit的OS Windows 才可以用盡 8GB RAM 可以嗎 就算是16GB RAM 都好 可以嗎 如果仍然都是用到32bit的話 你用盡只有4GB RAM 明白我說什麼 所以 確定系統 系統是不是行到14bit 如果行32bit的話 你是用不盡 8GB的 怕不怕我說什麼 我相信 每部機器都是8GB 這是我們公司的standard 不過 聽著 看一看 我為何跟你說這件事 當然有原因 沒有剩八事 好 先關閉這個 好了 對 我們的OS 真的在用64bit的系統 我們應該可以用盡 8GB RAM 但麻煩 那我Office 是不是在用64bit 這是一個問題 好了 你怎知道是64bit 在這裡 File 可以嗎 在這裡 看不見到一個東西 叫做account 可以嗎 在帳戶裡 留意一下 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選擇給你 叫做 AboutExcel 看不見到 AboutExcel 再倒閉它 好了,麻煩你告訴我,你的XL是否在用64bit 我不是,我是32bit 看到這裡寫著甚麼?32bit 原因是這樣的 原來透過XIT的X講 好像我們搭配偉大的order management系統 以前叫XTS 現在叫OM 聽說會有些問題發生 所以XL仍然是32bit 即是告訴你,XL只有4GB 你明白我說甚麼嗎? 好了,接著你又說 那怎麼辦? 不如你真的要做大量數據分析 你又不是很需要某些系統的話 不如你跟XTS講一下 談一下,可不可以把這部機器 Office升級成64bit 如果你真的純做數據分析 而跟那些系統無難無難 明白我說甚麼?差很遠的 我告訴你 我真的用多數據分析 我真的用多數據分析 我是有手機的問題發生的 偶爾會明白我說甚麼嗎? 所以如果你們跟某些系統無難無難 不如問問可不可以用64bit 明白嗎? OK?就是這樣 好,來囉 我沒有跟你說過 今時今日我們是做數據分析 用甚麼來做數據分析 現在最新的CPU叫甚麼? 叫I9 有沒有聽過? 天文數字來的 所以天文數字是幾萬元一顆 那顆CPU 但如果想正正做數據分析 今時今日用甚麼呢? 就是用來打機 那些Graphic Card 那些叫GPU來計算 OK?就是這樣 所以要想一下 為甚麼那些記憶那麼重要 就是這樣 好了,先看回這裏 Bivic現在在這裏 可以做到 對不起,不好意思 做到這個分析 好了,我想做多一件事 在這裏 我們把這個叫做甚麼呢? 看到下面底那裏 底一點點位置 我下一點點位置 是不是有一個叫甚麼呢? 這個叫Suppire Code 可以嗎? Suppire Fetchy Code Fetchy Name 是不是有些東西在這裏? 好了,麻煩你 我想把Suppire Code Jet & Job 拉到Roll這裏 變成這樣 所以就變成甚麼呢? Customer Full Name Then Supplier 看到嗎? 是不是變成這個樣子 可以嗎? 好了 那 once這樣Jet & Job 之後會變成怎樣呢? 就會變成這個肉模樣 看到嗎? 這個就是Roll Label 這個就是Customer的名字 下面就是不同的Suppire Code 給了他 這個就是第二個Customer 跟著下去 繼續下去就是甚麼? 第三個Customer 第四個Customer 如是在下方出現 看到嗎? 好了 我不是說這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 我看到這麼多數據出來之後 就很開心了 不過呢 如果我要做一些分析的時候 那就 有沒有一些更方便的工具 它是有給我們 可以用到的呢? 答案當然有了 OK 好,首先第一件事 麻煩你 將這組的數據 這組的數據 如果你說 Divick 我想它縮起來 我不想顯示了Suppire Code 怎麼辦呢? 方法很簡單 只要選擇 按一按 它就會怎樣 縮起來了 可以嗎?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說 喂,David 我想一次我縮起來 那怎麼處理呢? 好,麻煩 我們在P4TB2 這裡 P4TB2 這裡 P4TB2 這裡 旁邊 是沒有減好 一按下去 減好的話 它就會怎樣? 就會縮起來 所有東西 看到嗎? 是不是 縮起來了 現在已經 到時候 可以怎樣? 我要求 哪一個 customer的資料 要開 就開出來 不需要的 就減掉它 明白嗎? 好了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來了 好了 看到不看到上面 我可以選擇這個桌子 OK 上面這裡 Analyze 看不看到這裡做一個東西給你 叫Insert Slicer 看不看到? 上面頂這個位 有一個東西叫Insert Slicer 看不看到? 頂這裡 選P4TB2 Analyze 有一個東西叫Insert Slicer 我放大給你看 Analyze 旁邊這裡 有一個叫Insert Slicer 看不看到? 可以嗎? 好 按這個東西 Insert Slicer 但是按Insert Slicer的時候 留意一下什麼出現 他就問你 喂 現在呢 你現在的那個 model的名字叫什麼? 叫TBL Case 可以嗎? 裡面有很多個feel 你想要哪幾個feel 要用呢? 留意一下 我想出什麼呢? 我想他出那個叫做Factory Code PO Number Item Number 跟著 Customer Code 接著連同Support Code 可以嗎? Support Code PO Number Item Number Factory Code 和Customer Code 可以嗎? 我自己叫做Customer Factory Item PO 和Supplier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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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完之後感覺OK 好 那些什麼事件發生了? 突然間 炎光幕順利多了幾個東西 行不行? 那這幾個東西 是做什麼的呢? 這幾個東西 就很好用一下 OK? 怎樣好用法呢? 麻煩 收拾一下衛生長 拉到旁邊 看看 我嘗試一下縮小一點 他的樣子 拉到旁邊 拉到旁邊 好嗎? 這東西叫做Slicer 你說用來做什麼? 其實某程度上 他和Filter差不多 可以嗎? 某程度上 他和Filter差不多 但他和Filter 在什麼不同的地方 留意 首先 這裡有些數據 就是我看看 不同的Customer 究竟他有幾張單 可以嗎? 好 留意一下 如果他叫Fetchy Code OK? 這個Fetchy Code 對不對? Fetchy Code 在這裡 那我就說 喂 如果我想看看 有幾張單是屬於這個Fetchy 那怎麼辦呢? 按下去 登登登登 看到嗎? 按下去 然後這裡就出了什麼 給你看 哦 原來這個Customer 和這個Customer 這三個Customer 有在用這個Fetchy 看到嗎? 如果這裡再打開 就會看到什麼呢? 我更加可以看到 究竟哪個Customer 在用它 可以嗎? 看到嗎? 這裡 還有 這個Fetchy Code 還要怎樣呢? 如果我一旦 按下Fetchy Code 和相關的Customer 就會穿上 看到嗎? 就說 原來和這個Fetchy Code 和這個Fetchy 和它有怎樣 有合作關係的 有這個Customer 還有這裡這幾張PO 就是它們兩個教訓做的 行不行? 喂 收不收到? 在下面看的時候 跟它說 還有它們兩個教訓做什麼 Customer的生意 這三個Customer 還有 專門做哪些Item 就是這三個Item 喂 收不收到我講什麼? 是不是正很多? 好了 又離開了 如果我想resume 再來個 那怎麼辦? 按這個偷測鍵 偷測鍵 來了 我玩什麼呢? 我想看這個 跟這個Suppire有關的東西 按 按這個Suppire 不按由自開 按之後 發覺到 只有這個Fetchy 跟它做一項 它做了幾張PO 接著 是做給這個Customer 接著 我可以找那個什麼? Item Number 它就專門做幾張Item 看見到嗎? 這個就叫做 Slicer OK 就是很多時候 如果你想把數據 看看互相之間的互動關係的時候 一批批它 看它跟你有什麼相關 一下就見到出來 對不對? 這個就叫Slicer 這個 我覺得是 挺好用的 OK 如果你是用來做一些很 是 給主子用的東西 我覺得OK OK 就是主子喜歡 按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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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完之後 他就出了東西給他看 這個就適合他們 行不行 OK 但是你說 你的實際用途 如果做大量的數據分析 有沒有關係呢? 我又覺得 不是這樣的關係 不過是 我們做什麼? 應付主子問你的問題 這個Customer 是做哪幾張單 哪幾個項目 一搭搭到 正正在這些位置 行不行? OK 所以你說 行不行? 從你見到這件事 開始 開始想一下 即是說 現在的世界 開始怎樣呢? 開始轉變了 你有沒有想過 以前我們要讀四年數學 我才可以做到數據分析 為甚麼今時今日 誰人都說要做數據分析呢? 如果要令到今時今日 那些人不是讀數學的人 都要做數據分析的話 有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有什麼辦法 將那些數字 令到他 表現得很有趣 不要跟我搞那麼多 給他用手指 打幾項就可以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很fancy 很graphic 明明說什麼 所以為什麼經常說 dashboard dashboard 就是這樣來 行不行? Be honest 我讀undergrad的時候 我major數學的 我認真跟你說 我其實見了數據 我已經腦裏面 有個圖在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所以很多時候 我是有個問題的 有時候老闆說 為什麼為什麼 我就說 看到了 看到了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有時候看了數字 會看到 但問題是 同一道理 你平時要是work on 數字的人 你們會很了解數學 但問題 對於我老闆來說 他就是怎樣? 看宏觀的東西 他未必真的會這麼方便 你一定要想些辦法 用些最簡單最簡單 搞到是要怎樣 present給一個小學五年級 都聽得懂的東西 要告訴他 有時候要這樣 很高難度的 這件事 我認真說的 不是假的 行不行? OK 你嘗試想一下 剛才如果要present 你跟老闆說幾個standard deviation 這下東西可能已經有難度了 你明白我說什麼 要令他不明白 OK 好 行嗎? 好嗎? 這個 這個就是最簡單 piver table裡面 譬如insert slicer 我覺得挺好用的 但他本身其實還有一件東西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用 這件東西 這個叫什麼呢? 都是analyze 但這件東西呢 我就會覺得呢 用起來有一點點 嗯 不是那麼方便 我覺得 可能我這組數據不太好 它叫insert timeline 可以嗎? insert timeline 我暫時呢 我都是很少用這件東西 可以嗎? insert timeline 是怎樣的呢? 選一個叫case 那個叫什麼? 叫schedule day 可以嗎? 好 選一個schedule day 好了 這個叫timeline 我們要做什麼呢? 好 首先第一件事 為什麼我覺得這件東西是沒什麼用的呢? 第一 這個timeline呢 是不可以和我們旁邊 這些叫slicer 這些box 是互相產生互動的 行不行? 因為我為什麼我喜歡用slicer slicer 我最覺得它偉大的地方是怎樣? 是有互動 行不行? 我按完這個之後 它會變 這個又會變 那個會變 我馬上看到整個變化出來 剛剛 但是這個timeline呢 沒有變化 它唯一一樣東西可以做到 是做什麼呢? 就告訴你 麻煩 你想看回10月份 就是2014年10月份的數據 或者 你想看回 不如這樣吧 我簡單一點 我要看回這個叫2012年的1月的數據 你選了之後 然後 如果有的話 如果有的話 它就在左手邊出現 就是這麼多多 沒有的話就不出現 收不收到 那這個呢 就叫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那個叫做 Time 叫什麼? 叫做insert timeline 行不行? 所以我覺得呢 它的用途呢 就真的沒有我們那個叫做insert slicer 那樣好用 行不行? 不過我還是想知道 有這樣的東西在 行不行? 我會 我會鼓勵你多些用slicer 行不行? 行不行? 好 去到這裏 那有什麼特別是不明白的? 是 後面那一部分沒有了 後面那一部分沒有了? 怎樣沒有了? Pow TV是否有的? 一會兒我教你按它出來 是啊 你是未有的 是啊 Pow TV你沒錯 對 是要按的 一會兒我教你按出來的 行不行? 不如這樣吧 來到現在的這段時間 不如我們break break先好嗎?